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七百万种生活 我的生活就是 全成我爸爸的功夫和药 就是这么多 所谓大隐隐于是 六十年代土歌环十三阶 所有大厦的天台都相通 变成个佔地万多平方尺的天空游乐场 街坊在上面晒衣、上学、踩单车和追飞机 甚至练习舞 我是吕德铭 吕烈的儿子 在赛礼佛中 我爸爸属于第五床 我是第六床 我爸爸在1964年在酒楼公会教授 去到1969年搬来 上面的八楼 开了里列国术体育会 都有医铁打的 后来这个地铺 在1983年出药 做了医馆 方便街坊各样体证 不用走上八楼 我又在八楼出生 小时候这条街 我记得这间是打铁的 有云吞面当 就算这些住宅 二楼、三楼、四楼 可能都有人在做生意 例如这些二楼 它以前是公寓 等于时钟酒店 天台有时会有些吸毒的人 所以这些人流比较复杂 什么人都会出现 但我爸爸开了一间館 这条街 或者这条街的治安 都普遍是好了 这条街 说完半夜 无论整个洞 一堂楼就是这样 你看到这个勾 这个勾就是挂沙包 不是清朝照片 是那些兽衣 我爷爷和我妈 他们当时买了 穿了在那里拍照 这个不是我姐姐 这个是大家姐 这个是我们一家人 我还没出生这张照片 这就是我爸和大师兄拍的照片 这些是算最大的班 这八个 老人家很有趣 他们的心态就是 他们不喜欢在街上玩功夫 因为他们觉得在街上玩功夫 不过我买没有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在老人家告诉我 如果我在街上玩 大家都知道 你出现这些招 之后下一招是什么 那这就是防范 因为我爸那个年代 天台是没有人建屋的 基本上荒废了 天台 一望无际 那边就做了 最开始的时候 差不多是三个单位 那时候 那时候站满的 上面的天台有些人 他们玩拳的不是在这边 玩兵器就是在这边 分享祖人的那样 后来因为起楼的关系 所以就减了一个单位 又减了一个单位 又减了一个单位 只剩下一个单位 这时候 我们不会有哀声的 但是打鼓会 但是总之 以前这些噪音 基本上是视角而放 飞机飞过 已经遮蓋了 所有声音 但是到了一个交接时间 就是飞机场搬走了 那两三年 就真的有人投诉 但是接着投诉一两次 就是可能我们的时间稳定了 是只有那个时间打 其他时间我们很少打 那些人就开始接受 有没有投诉 好 我看里面有同小梯 我现在去街口买些东西 你看着被拐子也拐掉 我只是一起拐 学费? 我小孩的时候 听说是28元 现在也是85元 我当你十个八个 算是多少钱 一千多两千元一个月 那可不可以维生 那其实主要收入 都是有时候我们有些表演 就是可能出去舞私 表演 或者是有些火弹的时候 都会有些会友 或者街坊 朋友 会赞助我们 都是我的斗 用开 那些我会继续 打风还是很担心 一定 早几天水浸 谁是煮菜 对 天台就是这样 谁是煮菜 你都知道 吃什么都知道 应该六七岁七八岁 那时候 现在是中日 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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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这个 清阳 多少岁 六岁 二年级 二年级 现在是多少 方非 方非 近期就是这几个 其他已经在做事 我三四五岁 已经懂得打鼓 小孩的年代就是玩这些 这些应该是十岁 十一岁 可能是十岁 千海练蝶很恐怖 二博不恐怖 三博就恐怖 三双 应该是一串 一串 还好 一串 一串 最后一圈 一串 下樓梯 邊陣腳邊下去 下一層都差不多 是試過一起窄到哭了 四個一起哭 四個一起陣著走 蔡理佛著重馬步射力 和旋轉攻擊 除了要有體力之外 還要有更大的空間 但隨著寬闊的天台都住滿人 縮靜五百平方尺的武館 就會這樣 而且每一套拳 有整180個招式 很難記 給我一次機會 先看清楚 有多少個動作 沒有特別數過 但應該到200個以上 我想比較難 比較難記 你們是調轉了 你們是表演得多 但是練得少 今時今日你們不應該有害怕這個情況 因為你們經驗豐富 OK 我可能會老的 我老了我都不記得的 靠你們的 大哥 難道我將來忘記了東西 那怎麼辦 你們又不記得 我沒有特別去外面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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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太多人來學 所以空間都越難到很多人 所以沒有新血 可能以為我們先倒閉了 這兩年 這兩年是沒有任何表演可以做 外面沒有詩 也沒有這些 沒有這些東西做 這幾斤 差不多了 五六斤 差不多了 五六斤 所以沒得久都是喘氣 天台練拳有什麼 跟其他拳股不同 當然不同 你在其他拳股都是四棟牆 我們下午練拳有太陽曬著 多舒服 黃昏的時候 多開心 晚上我們沒有燈 看看星星 吹一下冬風 不用經常吹冷氣 開風扇 還有我們連夜有個好節目 下去吃飯 師太子的飯 我們吃一下 好像一家人一樣 挺好玩的 謝謝 各位同學 我們可以吃飯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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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拜神通常都是 乳豬、雞 其他的他們喜歡 叫什麼叫什麼 我沒什麼自定義 即快點要吃粥 那時候人流行 學功夫是晚上學東西 然後學完東西又可能會吃東西 所以就有個吃東西足的傳言 可能對這個地方有些感情 都是 畢竟扔了一群朋友 過意不去 地上也有很多我們的血 地上也有很多我們的血 但那天少了一個 他們兩個之間的休息時間 就會少了很多 很甜蠍 我出生已經不斷去和別人 去這裏學單 又去那裏學單 又幫這個 又幫那個 我從小到大 都是在這個環境長大的 還有一群人 有些可能是同年幾 大家去玩 我覺得很開心 這件事 拳館和醫館 但求收支平衡 他們還租了一個工場 製作爸爸留下的跌打油 兩人有空 就幫忙貼貼紙 做手作仔 很多街坊 很多人來買 亦都是這樣說 叫我們不要這麼做 如果這裏真的要拆 你也不要改我的電話 不然我怎麼找你 你去街坊這樣的話 我就死撐住它 很多時候慈善的項目 我們都會贊助 一排排多少 一千幾百不等 這件事很難說 醫館和拳館 我們不敢肯定可以維持幾代 但我希望這個產品 如果做得好的 上軌道的 希望可以一代傳一代 傳下去 一開始為什麼要練舞 可能追上女人 追上女人 試試吧 我覺得沒有什麼可能 或者你可以問一下 問一下現在有些家室的師兄們 是不是靠功夫為偷 問一下他們 你沒有問過 沒有 沒有 交給你們問 對 交給你們 這個時候就交給你們了 我想問一下 有些人 一定會請問一下 真的嗎 我有什麼有些人